好了 今天早上回到臺灣 來看國會的立委 接替財務的備案 台北歡迎經過五十三點 前的新聞 早日來財政 包括三的立委財 來總共出的庇告 收藥禁堅 來創立立法的紀錄 比官藥在臺北牽手術的立委 都來委任大白的律師 要看你的後禮拜一之前 拿出控告 在黑幕後掛出大阪勤三的路主 早上在台北研修所接建設單台 一叫他馬上走去頭前 他拿材料很普通的 但是他離開的時候 這是四百多萬的好車 很快就離開 以及是泰流政黨署長李行良的女子 李行良為了要把所有的經營團拿回來 想要透過立委基本的公聽會 向經濟部的官員施壓 台北上找政治公關 過客人拜託齊英明來參加講聽會 台北下 統領百歲的老闆女子 紅花梨 替他阿姨李行良 透過律師的阻力 丹鋒武團威 和當時齊英明的辦公室主任 林局局已經說好介紹兩百萬 但是因為沒人 只能證明記憶高富金押不明 減風煩樂說齊英明和丹鋒武已經到了好了 所以要拿出控告 因為畢哥在法定當中已經簽名 就算蔡廳已經上九月 也要在五天以來拿出控告 中間就在禮拜順園 要管理後禮拜完成 記憶哥在五天後 那些參與 說明 đó 那麼我們會要 我們會去